文章来源中国房地产报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告上法庭 近日收到了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书面案件受理通知书 2016年10月17日 经过200多轮的报价竞争 苏州绿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苏州绿岸95%股权 以约85.25亿元的总金额成功转让 竞得者是陆家嘴下属全资公司 上海加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加湾公司 与华宝信托安心投资20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以下简称安心信托组成的联合体 这次收购是陆家嘴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一步 苏州绿岸名下17宗建筑面积超100万平方米的土地储备 将大大拓展该公司的发展空间 但项目的推进并没有预期中顺利 2021年苏州绿岸意外发现 项目的部分地块存在严重污染风险 并向当地政府部门进行了报告 并暂停相关开发建设工作 根据最新的公告信息 陆家嘴及各方环境调查 已确定苏州绿岸名下14块土地存在污染 且污染面积和污染程度 远超地块挂牌出让时所披露的污染情况 陆家嘴认为 在暗设土地的调规变性及出让过程中 各被告存在一系列违法违规 弄虚作假 不依法履职的侵权行为 因此提出了约100.44亿元的赔偿诉求 11月6日 陆家嘴董事长徐儿进在业绩说明会上 对中国房地产报记者表示 该公司专项工作小组 正全力以赴开展处置 维权工作 推动相关责任方 承担后续处置责任 买了17宗土地 14宗有污染 苏州绿岸的95%股权 是苏刚集团挂牌转让的 目前该公司仍持有苏州绿岸5%的股权 苏州绿岸持有位于苏州市高新区 虎树关镇苏通路北 苏刚路东17块国有土地的使用权 项目地块红线内使用全面积约 65.95万平方米 土地性质包括住宅 商办 工业 幼儿园 加油站等 规划总建筑面积 约为108.41万平方米 其中 其中住宅用地有6宗 规划总建筑面积 约66.4万平方米 项目地块的土地出让金 已支付完毕 并已取得全部的国有土地使用证 由于地块体量大 方便连片开发 苏州绿岸95%股权 获得了不少企业的关注 当时有30多家 异项收账方 递交了异项收账申请材料 最终19家参与竞价 将挂牌价格从31.5亿元的底价 推高至68.4亿元 加上承接的16.85亿元债务 总成交金额达到了85.25亿元 在挂牌文件中 苏冈集团 披露了土地的污染情况 表示 焦化区域的污染 主要集中在4号地块局部区域 根据修复目标值 最终确定 0至18米深度内 污染范围 为17542平方米 污染土方量为39604厘方米 非焦化区域的土壤和地下水 基本未受到污染 可在开发利用 股悬交易后 苏州绿岸就苏冈集团 所披露的污染范围 进行了治理修复 据方言消息 2021年 在土地开发的过程中 苏州绿岸意外发现 已建设教育设施的2号 13号地块 及尚未开发的3号 4号地块 均存在严重污染风险 土壤或地下水中 诸多元素大幅超标 不符合该等地块 原对应的规划硬地标准 4幅地块面积 合计约11.8万平方米 就土地污染事宜 苏州绿岸向当地政府部门 进行了报告 2022年4月 江苏省公布的 中央第二生态环境 保护督查组项 我省移交的 第六批信访事项 办理情况中提到 第三方检测机构 检测结果显示 苏州绿岸项目 多处地块 土壤中等并比 赖严重超标 不符合用地标准 在2022年4月份的公告中 陆家嘴表示 公司组织专门力量核查发现 在苏地2008G 6号地块调规变性 及出浪过程中 不排除苏刚集团 环境检测机构等 存在涉嫌一系列 违法违规 弄虚作假等可能 导致存在严重污染的土地 进入公开交易市场 并在挂牌转让 苏州绿岸95%股权时 隐瞒了相关信息 此后 每隔几个月 陆家嘴就更新一次 土地污染事件的进展 截至目前 已确定苏州绿岸名下 1号至13号 即17号地块 等14块土地 存在污染 据徐儿近介绍 2023年8月7日 陆家嘴 及全资子公司 加湾公司 上海加二十业 投资有限公司 作为原告 就2016年 苏州略案 95%股权交易 向江苏省 高级人民法院 提起了迷失诉讼 向包括苏刚集团 苏刚集团 当年委托的 环平机构 苏州相关政府部门 在内的多方当事人 发起 共同侵权诉讼 关于这个案件的更多情况 中国房地产包记者 联系了五家被告单位 但截止发稿 电话均未接通 项目已停工 陆家嘴索赔百亿元 按照苏州国家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管理委员会 披露的信息 苏州绿岸项目 在2017年5月 正式启动开发建设 预计2025年前后 开发成熟 其中 商业体项目 在2018年12月开工 原本是预计 2021年底投入使用 但随着 土地污染问题的暴露 这个项目的开发 便被按下了暂停键 目前 苏州绿岸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已暂停相关开发 建设 销售工作 徐儿竟如此表示 据了解 在停工前 苏州绿岸项目的学校 幼儿园 商业体 健身公园 及部分住宅等 均已完工 且达到交付标准 陆家嘴 曾在公告中透露 已开发项目的八幅地块 其中 2号 8号 9号 13号地块 已竣工 12号地块 处于停工状态 2号 13号地块 为教育配套 8号 9号 是商办 商业用途 12号 则为住宅用地 徐儿竟没有回应 截至目前 项目已投入 多少资金的问题 但结合陆家嘴 过往的公告信息 可发现 该公司 在工程建设方面 投入的金额约22亿元 对应的存货金额达113亿元 据一位业内人士分析 作为苏州绿岸项目的开发主体 陆家嘴 富有实施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的义务 需承担相应的调查 评估修复费用 已完工的建筑 若土地也存在污染 不排除 整体拆除 修复后重新建设的可能 加上停工的影响 损失难以估量 陆家嘴也表示 土地污染问题 可能导致苏州绿岸项目的部分存货 可变现净值 低于其成本 或面临经济损失 进而对公司利润产生不利影响 但直至今年中期业绩 该公司都为对该项目 既提损或跌价准备 在提起诉讼前 陆家嘴尝试过其他处理方案 例如和苏刚集团 交涉退还苏州绿岸的股权 致涵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要求退还污染地块 并赔偿损失 但最终 该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 是判令苏刚集团 向其承担赔偿约100.44亿元的侵权责任 其余四位被告承担连责任 陆家嘴曾经认为 拿下苏州绿岸的大片土地 可以增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水平 有利于竞争力的提升和发展 截至2022年末 该公司的土地储备面积约58.8万平方米 苏州地区就占了六成 在苏州绿岸这个火车头被迫熄火的背景下 陆家嘴于2022年底 启动了重大资产重组 以133.19亿元收购陆家嘴基荣贸易区 和潜滩国际商务区的四处优质资产 增加建筑面积近100万平方米的土地储备 从目前来看 苏州绿岸事件尚未影响陆家嘴的投资信心 徐儿竟表示 未来将密切关注长三角市场情况 择机参与土地拍卖 继续积极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建设 持续做强作优公司主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